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让你自己可以度过两周的课程嘛 是是是是这样子的 因为开语他一直以来就比较容易会有嘴巴破的问题 没错 如果你是我们长期的听众呢 一天听一点的听众你一定会听过就是 诶 九老子 你今天这一集有点打得懂的 欢迎来到一点丁一点 对因为一天丁一点是每周都会要有节目嘛 所以我们的各种身体状况 大家都会比较有感觉 对 那一阵子如果过敏 大家也会回馈 对对对 老师你要保重啊 你的鼻子好重 我今天先出场 我今天过敏 所以你等一下应该会看到 我可能有时候会请鼻涕啊 或是有时候打喷嚏啊 大家就先包容一下 没有 是因为我讲的那种太感动了 对 对 我现在就已经有哭腔了 是是是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开玉怎么运用心念的力量呢 这一点呢 我们等一下请她自己讲 好 好 好 那怎么运用心念的力量 让她可以平安的度过两准天的课程 然后你看要大量使用嘴巴 可是她还是可以把课如期的上完 然后学生反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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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开玉这本书心念的力量也是我们内部的读书会的选书 那其实我这本书也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但是看完之后 我也有一个比喻啦 我觉得它有点像科学版的秘密 对啊 它其实像那个 我记得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行销文案好像就有用这个metaphor吧 有有有 亚马逊4.5颗星高度评价 科学版秘密 具实验证明的吸引力法则 好 不管你今天相不相信吸引力法则 你可能是一直觉得 这本来就是的人 或是你有点 吸引力法则 就是一群人自我催眠 无论如何 我邀请你把它听完 因为这本书我们不会谈得很玄虚 我们会用非常多实证的数据 还有真的是 因为这个作者他搜罗了非常多的实证研究 然后把它各张各节的谈疾病啊 谈饮食啊 谈我们的压力啊 这些真的是我们的心念怎么影响到我们 这样子 好啊 那凯宇 你最想要从哪里开始介绍去 你刚刚都说我自己运用心念的力量 帮我度过两周了 我觉得要先谈这个东西 不用最后再讲吗 没关系先谈这个好了 因为最后我其实 我跟你讲 最后不是你忘了 就我忘了 我们长期的听众大概都知道 我们会刚刚干这种事情 这两周是这样 因为很多经营公司嘛 就很多很多事情 牵头万绪要处理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决定 所以刚好这两周就遇到一个 身心压力都比较大的状况 有很多的高难度对话 有很多的决策 而且那些决策可能 对于后续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那你知道在压力比较大的状况底下 以我自己的体质 我就很容易展现在黏膜的溃疡 像嘴巴破 像舌头破 那嘴巴破 你有破过嘴巴的经验你就知道 如果是口腔破的话 如果破的位置还没有那么讨厌的话 其实是没事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破 它就完全是很难受的 叫舌头 因为舌头的神经很敏感嘛 而且不管你是在舌尖啊 舌根啊 或者是 食物都会通过 对然后尤其是什么 我们要大量讲话对不对 你舌头一破 然后溃疡的口子一开 溃疡的口子一开 对 那个痛真的是很难去形容 像我以前那个一痛起来是痛到 除了舌头麻掉 是整个 整个脸 然后整个脸 有时候是半边的脸 或者是整个下半的脸都会麻掉 然后那一阵子就会表情非常的难看 对 米南语叫做脸穿的 脸穿的 脸真的很臭 然后一旦你是长期疼痛的话 其实你会影响到情绪 对 你脾气一定会不好 那你想想看 一定是压力大 然后事情多 所以才破 那这时候最需要心平气和的时候 你又因为这样脾气不好 然后脸色又难看 是 是不是很多事情就恶心循环 是 是 那这一次我开始感觉到 因为舌头要破 开始会有一点发肿 我开始感觉到有一点肿的时候 我刚好就准备这本书的书品嘛 那里面谈到一些概念 是什么我待会慢慢讲 但是我就运用的概念 开始给自己 不仅是内在的暗示 还有一些 可能譬如说你会喝水啊 吃维他命B啊 那你会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饮食啊 睡眠啊 但其实以前我都有 但以前呢 就有一点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觉得你拿他 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要破就是破 他要给我痛得死去活来 就是死去活来 我真的无能为力 可是这一次呢 我开始有意识到 我就开始运用书里面谈的 然后不断给自己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然后给自己这样的暗示 这次好神奇 虽然还是破 但其实不太痛 虽然讲话 你如果用心听 可能我还是有点大舌头 但是没有影响到我上课 甚至于没有影响到我的情绪 这很神奇 对 我以前是觉得他痛 最巴了你的就是情绪 对 因为那很难受 你知道吗 而且因为你脸臭 所以跟你互动的人就一定会影响 其实心念的力量里面也有讲到 其实它里面有讲到像镜像原则 我们的呈现出来的讯息 也是创造了别人的预期 所以这里就提到 其实心念的力量它谈到一个很根本 为什么叫做科学版的秘密呢 其实我们想任何事或我们创造任何事 是不是都跟我们大脑有关 那我们过去会认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像CPU的存在 再不然就是我们大脑就像是 因为大脑管的是很多感官嘛 那这些感官可能眼睛是照相机 耳朵是收音机 有没有 那手脚是执行工具 我们都会觉得大脑就是一个处理感官讯息的中央处理器 或者是发布感官命令的中枢神经系统 但这一本书用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大脑不是这些功能 它真正的功能叫做 它是一个帮我们创造真实的司令部 白话文就是什么 大脑用书里面的原话叫做 大脑是一个预测机制 你要说话 如果就 因为我最近也对于物理 我很难得 因为从小我觉得物理是一件跟我差很远的事 但因为最近接触了信念的力量 然后刚好因缘机会之下 接触到了物理学 接触到量子力学 其实量子力学有同样的说法 大脑并不是我们以为的 它是处理资讯 大脑其实只是一个投影荧幕 没错 原话我跟大家说 作者说大脑是一种预测机制 当原始资讯触及感官的时候 它会基于预测预期的心态和过去的经验 建构一个复杂的模拟世界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真实就真实 我这样想就这样想 事情就这样发生 但其实殊不知这一切是我们建构出来的 有一点像是 其实我们是被连接在母体上面 对 量子力学是这么长 对 然后我们怎么投射 或者是我们怎么预期 这个母体就创造了什么样的实相 什么样的世界 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 这个很特别 这个很多人都没想过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 我先不要破梗 我念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形容一个食物 你听听看 这食物的味道闻起来是这样的 它是榛果 杏子 都是杏人的杏子 对 杏子 焦糖香蕉和淡奶冻的味道 淡奶冻 榛果 杏子 焦糖香蕉和淡奶冻 这个融合起来的味道 你觉得这是什么食物 大家猜一下 对 你会不会想象 可能是某个什么法式的啊 或者是很有风味的 奶味啊 对对对 然后淡的味道 香气 对不对 对 好 答案揭晓 这个味道是形容榴莲的味道 因为我发现 当我直接先告诉你 你想想看榴莲的味道 肯定你的脸就皱起来了 有些人不喜欢 对 其实蛮多人不喜欢的 但是当我 你仔细想一想 榴莲的味道里面 有没有那个榛果 杏子 就是那个 有啊 有 我们说那个 坚果的味道 有 有 然后有没有焦糖香蕉 你可能不知道焦糖香蕉是什么 但是你分别想焦糖 and香蕉 然后淡奶冻 有奶味 有奶味 对 你不觉得榴莲 就是这么复杂的味道吗 对 可是当我跟你 先跟你说榴莲 因为你已经先 觉得榴莲很臭了 所以你的脸就皱起来了 是 于是当你闻到 疑似的味道 或真的是它的味道 其实你的所有 的负面投射就出来了 可是当我跟你 形容那一段 其实你脑子里面 建构的画面搞不好是 哇 哪来的美食啊 对 其实这个东西 我真的很有呼应 我们有一堂课CIA 然后我们是不是 都会让学生 没错 我先不破梗 总之我会让他们 吃一个他们 非常常见的食物 然后我在开始 带他们去感受 真正的感受之前 他们都会回答一些 他们对那个食物的 刻板印象 比如它是黑的 比如它是酸的 它是干的 就有些人不是很喜欢 对 然后他们就是 用既定的 这样的 其实是 他已经先这么想了 所以即便我把那个食物 放在他眼前 而且真的就是近在眼前 他还是会回答我 他是黑色的 对 然后一直到 我邀请他重来一次 重新的感受 重新的用新的 去reset一下他的大脑 他就发现 这么多年来 他从来没有好好认识过 这个食物 没错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不管跟别人相处 或者遇到这 这世间的所有事情 究竟是他本来就这样 还是你先认为他这样 所以他变这样 嗯 这跟我们先前谈 比如说 币马龙效力 皮革马利欧 皮革马利欧 然后罗森塔尔效应 其实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 对 然后再让大家 跟你报一个菜名 好 嗯 罗勒青叔 罗勒青叔 煎牡蠣 佐双酱 佐 佐红白双酱吧 佐双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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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 佐双酱 你觉得这是什么食物 哇 这是哪里来的法式料理啊 是不是要到江振臣的餐厅 来吃得到 不 路边摊 夜市 那叫蚝蚝煎 其实人家在我说 命名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命名就会决定了 不同的想象 对 可是很多人在 当我们这样讲 虽然还没有很深入内容 但很多人就想 哦 那所以人生就精神胜利法 不就好了 对啊 用想的就好 对用想的就好 那这本书很负责任 他在开篇 还没有到内容 在前沿 他就讲一段话 我也念给你听 他说 让我把话说清楚 单凭一个人的大脑意志 是没办法创造奇迹的 你不可能光靠想象一堆财富 就变得富有 你也不可能透过积极想象 治愈自己的绝症 但是你内心的期望和信念 能够以其他许多令人惊讶 和强大的方式影响生活 事实上已经在影响了 如果你想学习 如何将之转化成个人的优势 请继续阅读下去 你可能会惊讶于 个人改变的潜力 就像哦 我完全用精神胜利法 然后让我的舌头不痛 做不到 我其实还是 该吃维他命吃维他命 该注意饮食注意饮食 然后该该该该该这个 生活作息 弄好一点 甚至于 你知道我自己多好笑 当我舌头开始意识到不太对劲的时候 我连喝一口水 我都会先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 就这一口水会经过我的舌头 透过水 把舌头那些会让 让我发炎的物质带走 然后透过水 水有时候清洗伤口也是 本身就是个治疗嘛 透过水 然后让我的舌头 能够镇定下来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对于 信念并不陌生 可是非常多人 特别是在讲财富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 那如果这样子 我每天跟我自己说 我是有钱人 我会成功 不就 不就可以吗 成功学不就应该是 现在横行无阻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很根深蒂固的差别 就是你的潜意识 到底真不真的相信 对 你可能表意是说 那这样我也照做 可是你潜意识 如果没有真的相信 是真的打从骨子里的相信 其实是没有用的 而且你要让你的潜意识 打从骨子里相信 其实某种程度上 哪怕仪式行为也好 你要堵三井 你要创造真实的去做一些 或大或小的事情 去创造体感 然后透过那个体感 然后给自己积极的体感诠释 有没有 就像 我不是等在那里 让舌头好 我有喝水啊 然后我吞维他命 以前就是吞 然后有时候吞 有时候想说 反正该吞就吞 你知道这种心情有一点是 就算维他命有效 他也没办法真的为我发挥效应 是啊 因为你没有真的打从内心 对 可是当我吞维他命的时候 我在吞 我在手上 放着维他命丸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着维他命丸 然后给它 和给我自己个积极暗示 就说 这颗维他命 它进入我的体内 会帮助我重建黏膜 然后我会因为透过 吃这颗维他命 有更好的精神 更好的恢复力 然后我才把它吃下去 是 轻症有效 真的我从小到大 经常会有这个状况 然后每一次都痛苦万分 这我可以证明 对 他真的常常嘴巴破 但这一次真的 有一点是 太顺利了 你知道吗 但完全不是说 就突然舌头也完全没事 还是 该有的周期还是有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超神奇的 是是是 好 那凯宇你刚才有讲 其实书中他也有 不同的篇章嘛 有些篇章是讲 饮食 我自己最有感的真的是饮食 等一下有看有没有机会谈到 但有一些篇章就是在研究 科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的 就是安慰绩效应 没错 没错 这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某种程度你刚才那个就是安慰绩效应 对没错 其实 其实这本书的后半部 比如说谈 你怎么运用到饮食 怎么运用到疏解压力 甚至于就是睡眠的治疗 提升自己的意志力 开发自己的潜能 真的都非常实用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一样这件事情要你能够相信 我希望你能够创造体感 这个体感就你自己先去阅读它 但在你阅读之前 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你的是 先把最重要的前提 先你需要先知道的事情 先跟你分享 就像刚才嘉宁说的 安慰绩效应 在无论是科学的研究 心理学的研究 还是医学的研究 所谓的安慰绩效应就是 讲白坏文 我不要讲操作型定义 就是假设你是一颗药 那个药本身其实不具备 针对你的症状的具体疗效 但是你也不知道 可能有时候就像 给你吃一颗维他命 给你吃一颗维他命 甚至于给你吃一颗淀粉丸 对 对 里面就是淀粉 然后你吞下来 但是 但是你觉得自己是吃药了 所以很奇怪 你相信自己吃药 对 而且这是双盲测试 对 连医院的人都不知道 他给你什么药 对 就你吞下去之后呢 症状就减缓了 甚至就好了 这种在医疗领域里面研究就是 这颗药或者这颗 这颗像药丸的东西 它本身没有生物活性 也没有症状的针对性 但为什么它吞下去 跟另外一颗真的有 生物活性呢 它其实 效果没有差太多 药场应该很不爽 这件事 对 甚至于有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的安慰剂效应 被医疗领域认为 它是一个 没有道德的欺骗 对 可是后来随着更多研究 发现 它觉得是巫术 对 其实安慰剂本身 安慰剂本身 也要当成是疗效的一部分 是 那你看哦 像很多人觉得 那心念的力量 精神胜利法 这就是安慰剂啊 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相信自己会有钱 那我就是还没有钱啊 对不对 或者是我 比如说我舌头痛 好 你说喝水 如果就生物的角度来说 其实喝水跟 缓解我伤口的疼痛 本身的相关性 没那么高 但是事实上 当我相信喝水 能够让我好一点 能够帮我把发炎物质带走 这本身就有疗效了 我觉得谈到这边 大家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发现了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 对啊 本来就是这样 特别是你有那个经验是 你因为相信 纯粹的相信 或者是你可能 本来就对于 意识前一世 这个概念是 相对是比较能接受的人 就会觉得 哦 这都已经老生长谈了啊 这为什么还要特别 写一段书 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 会有另一群人 如果你听到这边 你还是非常的困惑 而且脑子里 一直有那个 警报器在讲说 这个不要相信 或者是这个 你觉得打架了 那我想邀请你 因为我自己也走过 这个阶段 就是我的训练 告诉我 不应该是这样 就是 我真的就觉得 他好像是 巫术嘛 对 或者是身心灵 这样子 但其实事实上来说 其实有时候 你心里慌的时候 你去拜拜 还真是有用 还真是有用 但我要讲的事情是 真的开启我 转过去的 那个 关键 书当然也会 知识还是要 一直摄取 可是我觉得就是 你生命里 真的发生过 一件事情 是你以前 真的本来不相信 然后 你最后真的 无可解释 你最后 只能解释成 信念的力量 你要讲鬼故事是 没有 真的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以前 也会有一种 预知的感觉 可是我以前都会 自己打枪自己 觉得 我应该想太多 这无稽之谈 对对对 或者是 这不科学 可是后来 真的几次之后 我就想 那我就相信他会怎样 这个部分有机会 我觉得真的要让 嘉玲聊一聊的鬼故事 但我讲一个 书中举的具体例子 他就找一些 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 空军的学生 就还在受训的空军生 因为 势力的要求 对他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们就 就分两组 这个实验场是怎么干的 其中一组 发给他们 就其实两组发的 太阳演技 都是同样的 但一组告诉他们 这是雷蓬的 雷伯的 另外一组就没跟他讲 就是太阳演技 一般的 但你知道吗 当他们戴上 那个太阳演技 其实都同样一支 这两组 而且他们在 进入那个实验之前 他们的基础势力 相去都不远 但是戴上 他认为是 雷蓬的太阳演技 而且在他们心中认为 是高级的太阳演技 戴上去之后 在强光下的辨识 或者是移动 你去看 速度很快的 飞机飞过去 然后他们上面的 那个标签写什么 戴上他们认为是 雷伯的太阳演技 那一组 势力表现明显优于 另外一组很多 因为雷蓬的代言人 是捍卫战士 还没去看 真的要去看 他们裤子把这个品牌弄得 对 所以里面他其实讲 很多很多这样的实验 很多 这完全都是科学实验 而且严谨的双盲测试 都做出来的结果 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听到这里 那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那一群人 如果知道 这原来不是雷蓬的 那就无效了 就破梗了 就无效了 我告诉你还真不会 他这里面有说到 其实安慰记 这件事情 哪怕是我明白告诉你 这是安慰记 但我只要明确的 让你知道 所谓的大脑 期望效应的原理是什么 就像我今天开头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讲 其实大脑 大脑会驱动我们身体 比如说像 疾病的指导 像自愈力 像心理上面的超越 也是一种自愈力 当你知道 期望效应的运作 其实关键是在于 你怎么期待 然后你做什么事情 去强化它 你只光知道这件事 明白了 我告诉你 这一科就有安慰记 还是有用 这想到 我有一门课叫做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然后我里面也讲了 我在某一章 讲了一个研究 那书里也有讲 我想说 没有关系 不管你有上不上 我都跟你分享 这个研究 就是 他们有去找一个旅馆 那我们知道 那个防务人员 他们其实每天的 劳动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要 然后书里面要写这个例子 对对对对 你们如果有换过床单 你就知道 其实换床单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然后还要吸地毯 然后扫厕所 所以他每天的劳动量 如果你真的算卡路里的话 其实是非常高 绝对是理论上 他们应该就跟去健身房 一样的精实 我觉得有时候是超过的 对 因为他其实消耗体能很高 也包含很多我们在 一些比较是劳工的人 他们每天的这个运作 对 可是他们就有发现 研究发现 他相不相信 他所做的事情 跟健身有一样的效果 会在跟他们维持体重 跟健康 健康高血压 心跳啊 血脂 有明显的正相关 对 就是一旦 他们本来都不相信 他们找同一群人来 就是都不相信 然后都不知道 其实我每天的这个劳动量 是可以让我维持身体健康 然后他们那时候的表现 就是过胖啊 或体脂会有问题 而且他们会觉得 我做这些叫做操劳 对 不叫做运动 但其实客观的运动量 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 就是他 研究者就让他们上课 然后改变了那个解释模式 其实心念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解释形态 或解释模式 然后再去做研究 后面就发现 那个相信的 而且他也被教育过 而且他自己 也这么相信之后 他的体重 对 就瘦了 而且他们的饮食 是被控制的哦 讲到这个 是不是要预告 我们年底的课 对就是解释形态 其实信念的力量啊 不管你想要把它解释成 秘密啊 还是你要想要解释成什么 其实它就是一种信念 没错 那信念 既然它是信念 意味着 它怎么来 你当初怎么接受 跟你意识到之后 你可以重新做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继续 对 这样想 那你看见它的影响 如果你喜欢 你就继续 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觉得 这真的对你很不好 对 那你去改变它 那当然改变 还是有一些步骤 跟要注意的事情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年底 12月嘛 嗯 快了 12月会 敬请期待 对 那出的信刻 对 好 那可以 那你刚才讲的 既然有安慰剂效应 那一定也会有人 反过来操作啊 嗯 那叫做反安慰剂效应 对不对 好 好 反安慰剂效应 效应是什么呢 反安慰剂效应 反安慰剂 这有点大舌头 所以 讲话会辣刺 这样子 反安慰剂效应的意思就是 刚才说 安慰剂效应就是 其实客观来说 这个药丸 它不具疗效 或者这件事情 不具有直接 针对这个状况的 的改善或等等 但它却达到 更好的效果 所以安慰剂效应的 内在暗室叫做 我将治愈 我将解决 我将更好 但是反安慰剂效应 就是反过来 叫做我将伤害 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哦 就像刚刚 说到的那个 那些旅馆的 房屋人员 你知道那些房屋人员 可是工作很繁重 而且每天工时 非常的长 他们就很容易 加上他们的 因为各种 主客观因素 他们觉得 他们是社会底层 他们被剥夺等等 那这样的信念 他们于是 在这样的信念底下 就会把那些操劳 当作是他身体在承受 他身体在接受伤害 跟同样的锻炼量 他在健身房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吗 这本身 他对自己的解释 就是一种反安慰剂效应 叫做客观来看 这样的运动 这样的强度 事实上对你的健康 支持有帮助 但事实上 却造成了你身体的伤害 不是那个运动的问题 是你对那个运动的 解释的问题 所以反安慰剂效应呢 就是当我们相信 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 或心理受到威胁的时候 会发生的状况 透过预测机制的作用 其实预测是双向的嘛 我预期 比如说 我预期 我自己可以透过 这些想法的改变 然后加上 该吃维他命等等 我的舌头就会很缓解 跟我预期糟了 我以前痛不欲生 这一次应该 应该跑不掉 也不用更惨 跑不掉就够了 那完全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反安慰剂效应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另外一个方向 但你刚才也 其实讲到解释形态 其实我们对任何事情 你要把它变成是一种 正向的安慰剂效应 叫做我将治愈 还是反向的我将伤害 其实那个关键 是在于我们的语言的解释 是 刚刚在安慰剂效应的部分 还说到一个很有趣的 叫做 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 被殷勤问候 也是一种安慰剂啊 哦 下一本那个 我要介绍的书 有谈到这件事 对啊 你看 当你生病很难受 你希望你的医护人员 你的医生 是会殷勤问候你的 还是对你冷漠的 当然希望殷勤啊 可是就以生理科学的角度来说 殷勤问候 他 他连 他连 他连一个药都不是 淀粉丸都还不如呢 可是 淀粉丸我们还有一个动作 吃下去东西 但是有多少研究 已经证明 你在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底下 对人的身心压力健康 都是比较好的 没有错 所以 所以其实哈 我觉得 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你怎么样把自己 导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比如说我在吃维他命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希望我吃下去之后 希望我吃下去之后 不要那么痛 哦 其实我的焦点 我的焦点在痛 但是我说 我吃下去之后 嗯 我这个黏膜会很快的修复 嗯 有没有 或者我吃下去之后 嗯 它可以很快的缓解 嗯 或者吃下去之后 嗯 对我的恢复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就我一样叫做 吃一颗 维他命B 嗯 当我 给自己的说法是 希望不要那么痛 或者是 希望有效 你有发现 希望有效这句话 希望有效 其实就是表示 你不相信你有效 对 你是建立在他会没效 所以你希望他有效 但是我吃之前 我就嗯 他会帮助我 所以 有人说 许愿不是说 呃 请 请保佑我赚大钱 许愿要说 我已经 赚了大钱 就是要用 已经完成事 对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许愿的时候 要 要 要专注在你即将要进行的正向行为 对 不是说 我 我希望这个合约 我希望这个合约 呃 我希望这个 呃 呃 我希望这个合约不要有阻碍 嗯 不是这样许愿的 你是要 嗯 这个合约 会有最顺利的安排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要直接讲 你希望发生的事 所以你看哦 在信念的部分 我们常会提到 语言 呃 语言 它里面就提到 在反安慰性 它就说到 其实 你要把 一件事情 变成是对你的正向 还是反向 其实关键就在于 观念的重塑 而观念的重塑呢 它在心理学 是一种建构 建构框架的想法 白坏文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同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饮料 当它的标示说 95% 无脂肪 和它的标示是 5%的脂肪 你觉得 其实在客观来看 是一样的嘛 一样的 对 那你觉得哪一关 喝下去之后 会比较容易让你发胖 应该是被强调 5%的脂肪 对不对 但我们看到 95%无脂肪 是不是觉得它好健康哦 那就跟那个 杀掉三分之二的人 跟剩多少人活 是一样的 对啊 对啊 所以你看 像 我们为什么常常强调 其实说话的艺术 包含你心念上怎么引导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他后面提到很多饮食 是 包含比如说像 我们吃同样份量的水果 跟把它打成果汁 进入我们身体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在饱足度 我们就会觉得 喝果汁会很容易饿 因为我们先对于 液体的东西 投射它并不饱足 甚至于比如说 为什么同样的卡路里 同样的 同样的份量 我们吃标示为健康食品的 常常就会觉得有空虚感 要多吃 常就有空虚感 甚至于我们 常常是明明很爱吃披萨 但是 我们吃完披萨之后 的确有很多很多 不好的结果跟副作用 是因为 我们既想要有饱足感 但我们已经投射它不健康了 是 他书中告诉我们 即使你要减肥 你应该要享受美食 我真的 你应该要正确的享受美食 邀请 对 各个被体重困扰的人 可以来读这本书的 超有用 第六章吧 第六章 我看一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关于饮食控制 我也是走了二十几年来的 心路历程 讲这会给人家讨厌 因为认识你够久了 都不觉得你在控制 第六章 第六章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被这个社会 输入很多的想法 比如说女生 应该怎样才瘦啊 还有吃什么会胖啊 很多很多这样的概念 你不能说他错 反正就是各个专家 有各个专家的解释形态嘛 就是 所以你减肥的时候 应该要吃什么 吃什么低脂什么的 那以前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真的会很care 我每天吃多少卡路里进去 然后真的会很认真的算 而甚至我在 就是我会刻意不吃什么 然后这样子有没有用 有用 可是很辛苦 就是我需要花很大的意志力 在对抗体重这件事 就是我 我明明可以拿来 创造很多事情的 的利器 就是都一直在想说 啊我要保持一个瘦瘦的样子 后来我也忘记在什么状态底下 我就跟自己说 算了我累了 就是 我就说我就觉得 我就吃 然后可是我会跟我自己说 我会跟自己说 其实为什么我不相信自己 会知道要吃多少量 跟 我的身体会有自然的代谢调解 而且其实我每天的创作 是非常耗体力的工作 虽然它并不像劳动的工作是 直接是可以消耗很多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创作过 你就会知道 那个体力的消耗 是很多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作家都很瘦 对 没错 其实你讲的这个 就蛮能够串接到 我接下来想要提醒大家的 因为我发现你过去 对于那个吃啊等等 其实有种执念 对不对 是一种对抗 一种对抗 一种执念觉得 怎样才是健康 怎样才是好的 对不对 我把它讲完 我把它讲完 你还没讲完 我以为你讲完了 他们说不定要想要知道要我的 好我以为你讲完了 那大概就是真的是十几年前 开始创业之后 因为已经没有力气处理这件事了 就已经忙了 所以我就真的没有太管 吃饭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有 我想吃就吃 然后我饿了就吃 但是我还是会有我自己喜欢的 吃的东西 我就真的没有在算 在买东西也不太看卡路里的问题 对就真的是吃我喜欢的东西 我这十几年来 真的没有在为了体重这件事烦恼 嗯 好啦 我接下来要帮你解释 要不然你刚才讲完 你话就落到那边 你到留言就很看难嘛 骄傲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 好我解释后面的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 其实像过去嘉玲她说的 会是把一种所谓的健康饮食 或体态维持 当作是一种执念 对 那其实这一本书呢 它就有提到 所谓心念的力量 如果你把你心念的力量 很多东西你认为 比如说要幸福啊 要快乐啊 嗯 要健康啊 变成是一种执念的时候 变成一种追求的时候 这 我觉得不是他喜欢用执念 好 我执 他有一种 就是好像必须得那样 必须的时候 当他变成是必须得那样的时候 他就说 这正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好体重 没有办法真正快乐 真的 没有办法真正健康的原因 真的 这里面不是观念 他有具体的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海分校的心理学家 艾丽丝默斯 他们就 他就说 不管人在哪里 你都会看到各种相关的书籍 强调幸福对你有益 基本上呢 你应该让自己更快乐 几乎成了一种责任 你要让自己更快地变成一种责任的时候 很可怕哦 他过去十几年的研究 他就针对这个现象 去做很多很多的研究 他发现 当你过分地觉得应该要快乐 那么 负面情绪 你就会把它污名化 你不会把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 当成是 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 都会必然有的部分 好 比如说 他里面就做了一些调查问卷 我不会全部念 我问几个问题哦 他让每一个人 去针对这些问题来评分 他说 我在任何时刻的快乐 都说明了 我生命是多么的有价值 你对这件事情认同度到哪里 任何时刻哦 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快乐一些 想要让人生有意义 我需要在到多数时候 感觉到快乐 他说 你没有很多题啦 我只是随便挑 他说 当这些观念你成了 你必然一定要这么活的时候 那完了 这正是你不快乐的原因 因为 因为 这样的一个执着 这样的执念 会让你 会让你 似乎 有一个反作用力 就是 虽然你 这样子要求自己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当你不这样的时候 你也会很快的敏锐发现 于是你就把 你不这样子变成一种错 这有点像是什么呢 就是当 有点像是你内在的道德魔人 你知道吗 你越是坚持 怎样才是绝对的 怎样才是应该的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绝对应该没有发生 这就是错的 是 是 所以 所以 那个反作用力 是很可怕的 其实关注点更多是在错 而不是在对身 没错 没错 所以他说 不要执着于快乐的感觉 这样子很容易把负面情绪 和生活当中 不可避免的小烦恼 视为上本质不受欢迎 而且是有害的 你看 就像 就像 我很运用信念的力量 不代表我不会生病 不代表我舌头不会破啊 可是 我反而把这只舌头破 当然是 一个好棒的实验的机会 而且我实验成功了 甚至于有时候 你在 比如说我们在创业 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 不尽理想的事 或者是一些 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鸟事 那我就蛮喜欢一个观念 叫做 我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啊 是 对不对 所以 他这里面就提到一个东西是 你不要把任何感觉 无名化 哪怕是负面的感觉 比如说 你就会很容易是 你会告诉自己 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你心里会住着一个 警察 你知道吗 一直在 要求 规定自己 所以 在不快乐的感觉里面 看到意义 会比那些 宁愿消除 不愉快感觉的 不愉快情绪的人 更快乐 就你难免 比如说你难免 就真的会遇到 人生会有一些 对 我出门就是不小心会跌倒 不小心会A到 那 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可是我常常有时候 不小心出门不太顺利 我就告诉我 这样很好啊 老天爷在提醒我 今天小心一点 老天爷提醒我 今天路要看清楚一点 那是不是就很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 我想可能回应到 刚刚嘉玲说的 当你对于身体体重 变成是一种执念的时候 你反而不小心 今天吃多了一点 放重了一点 是不是那个警报器都大响 对对对 那当你不把它当成 一个执念 就是说 反正我出来混 有时候就是要吃大餐 我不是每餐这样吃 我吃了也很好 我就享受它 有没有 你反而你的身体的自然调节 跟代谢 而且当你吃了大餐 之后吃了清淡一点 你也不觉得是勉强 对对对 你会产生一种 很愉快的自我平衡 太棒了 该吃到的有没有 那个 那个罗勒清酥 煎母一 你左双酱 也吃到了啊 如果就 对啊 营养学的角度 它的热量真的挺高的 对啊 其实那个 勘筋有没有 或者那个 那个太白粉的那个 其实热量是很高的 所以开宇那最后你要不要帮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现在就要 去稍微的改变我们的心念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策略 这本书呢 他最后他提到 摆脱旧心念的三大策略 这三大策略其实占这本书的篇幅很少 但是我觉得超好用 因为我觉得他整本书为什么 三大策略写这么少的原因 不是他偷懒 是因为如果你真的读到这里 你前面真的有读懂 你如果前面信就信了啦 其实基本上策略就是 就是那个灌篮高手 安西教练说的 左手只是辅助 真的是这样子 那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 第一个策略叫做 保持开放的心态 在神经科学里 过往是比较决定论的概念 叫做你长这样就这样 譬如说到几岁 你的神经就不会再发展 这是过去的决定论 但最新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其实神经系统的发展 是终其一生的 没错 老狗绝对学的会心把戏 对 以前是老狗学会心把戏嘛 对不对 甚至于透过这样的一个 有效的运作 很多我们过去觉得 不可逆的神经疾病 是可逆的 甚至于是可以恢复的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但是这不代表医疗立场 我只是我自己的状况 像我自己 我的眼睛 我的右眼 我的右眼 有一点那个 视神经萎缩 所以我的视野 在有一小块 在精密检查里面 是有点视野缺损的 这个在理论上 这个在理论上 是不会恢复的 神经性的伤害 不会恢复 只能维持 让它不恶化 但我就一样 用信念的力量 我该吃叶黄素 该吃叶黄素 该吃虾红素 该吃虾红素 该点眼药水 该点眼药水 就是医生要我做的 我一切都做了 然后不要用眼过度 该休息休息 然后平常戴 那个有效的 绿光的眼镜 我都戴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开始也动用 信念的力量 我点眼药水的时候 我就 这个眼药水 可以帮助我 视力的恢复 我戴上眼镜的时候 太棒了 我可以让我 看得更清楚 又舒服 就是每一个 小小的动作 我都给他 一个小小暗示 你知道神奇 我最近一次 视神经的检查 我的医生就说 好了耶 不是没有大好 没有大好 就是你的那个视野 你的视野缺损变好了 对啊 就原本缺损的程度 假设是 这么大 百分之八十 现在变百分之七十六十 嗯 他有点惊讶 你知道吗 因为他可能很少看过 这会恢复的 嗯 但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 那我觉得至少 在我自己而言 保持这样的内在解释 会对我很有帮助 是 所以这边讲的 保持开放的心态就是 当你认为什么是一定对的 什么是一定错 这就是一个封闭的心态 因为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 其实当世界不如你意 你其实并不是避免错的 而是你去放大那个错的 对你的负面效应 你在帮自己不断地创造 反安危机效应 嗯 所以其实就像 我们在教育学领域里面 谈到的成长性思维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其实 开放的心态 在具体上面 就是你先专注于 微小又可实现的目标 其实心念的力量 并不是你坐在那边空想 你可以do something 就像我真的舌头很痛的时候 我喝口水也算do something 但要有意识地 给自己正面的暗示 做这些事情 所以保持着开放的心态 它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 第二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叫做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思考 这个局外人 他用一个名词叫做自我疏离 所以自我疏离 并不是你要情绪冷漠 意思就是说两种疏离方式 一种方式是什么 有时候你现在很纠结的事情 你问自己 三年后五年后的我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嗯 拉开一点距离 对拉开一点距离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创造 对自己有帮助的信念 是因为我们执着在现在 嗯 有没有 我现在到底 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有时候你问自己 那如果从三年后的我 穿越到现在 我现在做什么决定 会让三年五年后的 我是觉得OK的 嗯 有没有 时间走一拉长 你就不会执着 而第二种自我疏离 就是什么 在心中做角色扮演 哦 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是最好 如果我最好朋友 或者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我最信任的人 我最想要学习的对象 他遇到这件事情 他会怎么想 其实就是抽离自己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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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既然我们的大脑 是一个叫做是 投影 预测机制 那么你太过在自己的此刻 和自己现在习惯的 内在状态去预测 通常你只会自我强化 嗯 那既然这件事已经对你来说 造成困扰 事实上它本质上的负面性 会比正面性高一点 那你在自我强化负面性干嘛 嗯 但是你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时空 另外一个个体 这时候你的预测机制 就有重新排列的机会 是 OK 所以这个叫做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思考 最后一个 这个 这个好有爱哦 这个叫善待自己 哪里都要讲这个 对 但这里的善待自己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 我自己在受课 我常常跟学生说 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来来回回的过程 嗯 可是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状态 好像 好像来来回回 会觉得是一种退步 嗯 是一种退行 甚至于有些人 那个身心灵的词汇 这种退转 哈哈 千万不要这么想 嗯 人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会来来回回是正常的 就像 比如说 以我自己在公众表达 到了这个程度 在我认为 我今天表达的不好 的那个低标 可能比很多人的高标 来得更高了 嗯 所以罪恶感 是心灵的癌症 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退步 自己退转 那这个想法 真的要好好去看一看 所以善待自己 并不是纵容 我就是烂 不是 嗯 而是你去接纳 有时候 情况的反复 也是过程的一部分 好 而且他还讲一个 很大白话 我觉得超超棒的 他说 如果你发现 你听了或学了某些策略 对你没有效 那你就先不要管他 哈哈哈哈 也许等到 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再运用也可以 再不然就是 也不是方法错 也不是你错 就是不适合 对不对 所以就像我们 有时候生病吃药 有时候医生会有 试药的过程 嗯 对对对 对啊 他要调药 对啊 嗯 不管是任何科 精神科是如此 一般的内科是如此 外科也是如此 嗯 所以最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苛责自己 或者把没有办法改变 信念视为个人失败的象征 就我现在 老师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像你一样这么积极 那你现在能多积极 就多积极吗 谁要你跟我现在一样呢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超棒的 就像 我不会逼迫我自己 我给自己暗示 睡觉起来舌头马上好 这就不是善待自己 嗯 我哪怕有没有 给自己暗示 我睡觉起来 原本预期是十分痛 就睡觉起来 9.5分 有进步呢 这样才是让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能够心想事成的关键 我真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 亲身实践 实测有效 实测有效 其实 不管在心里想做的事情等等的 那我觉得有一个 就像我今天开头 这个嘉玲先帮我布局的 身体状况 那个是相对短时间可印证的 那包含我的眼睛 包含我的舌头 包含像我自己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脸书 或者说 这个下背 有局部的一个状况 当我发现我加入那个心念力量 在做复健的过程 一减二股 那个局部的疼痛 好 好 非常快 也就算 连我的物理治疗师都跟我说 你可以毕业了 我跟你讲 在那过程中 我的体能又往上一个阶段 原本只是局部 局部的那个 的治疗而已 结果 就整个体能 我自己每天运动就有感觉 你现在也是在炫耀 你知道吗 对 骂我 好 我们今天介绍了心念的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真的是很喜欢这本书 也是他推荐给我们公司一起读的 那我一直觉得 生命其实就真的是你怎么想 然后你怎么诠释 然后就会影响到你怎么选择 是的 而这些选择的结果 回过头来又会可能增强你怎么想 如果你愿意松动 无论你自己觉得你是铁针针的那种 汉子 科学派 我会是 其实有时候我在看大家底下留言的时候 我其实有时候会在意的 倒不是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而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他的一种思考形态 对 他呈现的讯息真就反映了他的信念 对 他的思考形态 而真的让他受苦的是这个思考形态 而并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的糟 所以真的一切都会是你的诠释跟你的观点 好那尾声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们想要去改变我们的信念 无非就是能够好好的生活 能够跟自己跟他人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那我们现阶段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之前 我们现在的好好在一起的优惠是2217 到这段时间都还是 那过了10月31号的晚上12点之后 他就又会调价了 那熟悉我们的朋友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原价定在那里是真的 我们真的是会一步一步一步的调到那里 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你有需要 然后你也很想要改变自己 我鼓励你现在就加入 好好好在一起 把握这个2217的优惠 对 现在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就请你尽快首到加入 要跟一个人好好在一起 其实除了沟通的技巧之外 你怎么看待关系 你的内在的安全感 他其实就是你在关系里投射出来的信念 是的 所以希望你把握机会 相关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今天就先就到这边 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